各位朋友 你們好 今天特地有開咪講講這幾位藝人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上一段影片我講過周啟生先生的事情 當然他有些粉絲或者本人都希望看到 但有些粉絲的留言都具有幾攻擊性的東西 尤其是有些評論就是 youtube上面有這樣的功能 有敏感字題就會自動隱藏 例如這樣 看看有沒有看到 例如有一位朋友說周啟生就等於藍鴨 這些其實就是youtube上面有一個功能 是全部都放的 至於我自己 因為那條影片是我的 這個帳戶都是我的 實名登記 根本上就是你按不按這個功能 這個隱藏功能 會不會是看裏面他幫助的留言 因為這件事在youtube上面是可以設定的 當然我也看過了 有些支持周啟生先生的朋友都挺激進的 激進的我就不說了 因為我那個人是沉不開心的 我用一個觀眾聽眾的角度去說話 都出了姿勢都遇上了 是有人正同反的 但是問題呢 就是有些粗言畏語 或者是人身攻擊的東西 人身攻擊的東西 我都免得姿勢出來 那些 免得引起了時段 那 所以這條影片我就特地再講多次 再講多次 周啟生先生 少許補充少許 那就絕對不是攻擊他任何東西 就是有些留言攻擊者 根本上是沒有進入影片裡面看的 總之是 都不知道是不是AI 然後就發表他自己個人的意願 這樣就很偏激的 在網絡上是很普遍的 也不會觸動到我任何東西 因為我在這裡又是強一強調 長氣一點 我不是靠網絡去出名的 不需要的 因為我是一個幕後人員 和在網絡上出名 到底帶給我有什麼好處 其實未必有什麼好處 因為我年紀不輕的了 出名的就留給年輕人 好 言歸正傳 我講講一點點 上面那條影片 其實我就是 是專門講一個善意的推介給周啟昇先生 至於聽不聽得到入議呢 我的觀感就是 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做到朋友的 你適合的頻道就做朋友了 是吧 更何況他都是高高在上 那就高高在上的朋友了 是吧 又或者他是一個中籍的人 那中籍的人 就跟他一起朋友 就可以做到朋友了 那麼 就是 你 周先生 你在公眾上面 你出了一個言論 都預算是有人正同反 去跟你說話的 但是 站在小弟的角度呢 就是說 做人 有時候 退一步海闊天空的 什麼叫做 退一步海闊天空 應該你都很清楚 有時候 別人給你那個 就是 意見 或者評論 那些事情 你留心點去看一看 因為沒有一個人 是沒有錯 又或者是沒有缺點 一定有 如果沒有的話 你已經是神 其實你退一步下來 你看一看 聽一聽 其實 很有好處的 為什麼 給你的意見 肯定 就是看得起你的人 才不給你意見 如果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就跟你說 多了一塊魚 吃都嚇死 這件事是事實 好了 這件事 希望可以平息到 支持你的朋友 那些粉絲 可以釋懷 這件事 因為 在網絡上 你說什麼都 不需要有什麼責任 但是 我這條頻道 就是 我很想代表我的人生 我可以多說 我都認為它 是獨當一面 又或者是 在我心目中是有地位的 我才會開聲去說 如果不是 我就當看不到 人生裏面有很多事情可以玩的 好了 那麼 周先生你的言論 我就補充一點點 Miller 如果你說Miller裏面 有個肥仔是有肚腩 那樣的 也有很多KOL 在那裡 說你這番說話 撿著這番說話 來講你 即是鼓 你又專門是 用一個藝人的方式 你認為你自己是很有禮貌 我相信你是很有禮貌的 你這個人說話都比較率直 我相信你的意思 就是覺得不開名 就是很有禮貌 有些禮貌去尊重那個藝人 不過 現在的網絡世界 不同你們的年代 現在的觀眾很聰明 現在的觀眾 你一說誰是肥仔 就在網上查 甚至乎 他都是看Miller 有些甚至乎 他不喜歡Miller 也好 他偶爾都在那裡看 不過你這個言論一出來 他就研究一下誰是肥仔 在Miller裏面 如果你說真的肥 你針對上的話 我相信你不是在說ERROR 你不會搞錯的 因為ERROR裏面 也有個肥仔 都挺充敏的 都挺有趣的 我相信你不是說那個 Miller裏面 現在唯一的肥仔 就是姜濤 我直接開名說 因為我真的為那個樂壇好的 但是周先生 你看到 如果你真的在說那個是姜濤 你說他是肥仔 那就是說你是近年 這一兩年才看他 看這個Miller 留意這個Miller 你沒有留意他之前 姜濤為何會搞成這樣呢 就是因為姜濤 在疫情裏面 不知道 即他也沒有公布 他的身體有什麼事 不過在Fans Club裏面 就已經知道 其實他的身體有事 他就吃那些藥 其實你也知道 可能是有些刺激的藥 例如雷固醇那些 我就不扳門弄虎 因為我不是醫生 那就令到他的身體 即有水腫 甚至乎現在這個情況出現 那就整個人都腫了 他整個人都腫了 跳舞又怎麼會好看呢 但是他是不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有身體出了事 而不可以讓他站在舞台上面呢 這件事是很有問題的 這個言論很有問題的 因為人家有站在舞台的風采 人家有站在舞台的權利 你怎麼可以說人家不可以呢 你說人家走音 批評人家走音 人家都設了台在美國表演 設了台在英國表演 或者是他自己搞的演唱會 即是出了事的那些是工程部 那也不一定是跟Miller表演的事 那這樣的情況 其實你是不是應該釋懷一些 我現在說的是事實 你如果是批判一個有病的人 他又堅持上舞台表演 那其實在公眾上 是不是有些不太正當呢 因為你未必了解他的身體情況 是吧 那這些就是可能是誤解 其實很多事情 我看到在網絡上面 那些 就是KOL講的那些 其實很多都是誤會 那些現在呢 有些KOL 即是有些良心那些 都開始會跟一些藝人去分析 會不會這些是誤解誤會 那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就是這些KOL 我是欣賞的 那有些的確是 又會收拾這些 然後發財來說 那樣的事情 那周先生 在網絡上面就是這樣的 對吧 這是慣性生活 那你適合的就是聽 不適合的就是不要聽 其實很簡單 你有你的選擇 人家也有別人的選擇 不過你等得在網上 就像我這樣 我等得在網上 就預料了別人說的 應該是要這樣的心態去玩 網上的遊戲就是這樣 那周先生 說真的 你的才華 從來在我的影片裡 是沒有質疑過的 沒有質疑過 因為很簡單的 你那首《天長地久》 你那首《天長地久》 我到今天都還在聽 例如 印尼姐姐的《老兵花》 我是最喜歡的 她和羅文大師合唱的那些 我也喜歡 不過我單方面 我偏向是喜歡她那首《老兵花》 這件事我又不斷話題字 等一下我又講講她在網上的言論 周先生 言歸正主我又講一點點 我開這一個帖子 這條影片我就很想跟你講一講一些東西 其實你放低一點 其實是有好處的 整個世界都有好處 你也有好處 別人也有好處 我先跟你計一條數 你現在是63歲 通常年齡的平均值 有一個叫人生的時間管理 一年是365天 十年即是3650天 其實時間管理這件事 就是計到平均的80歲 即是現在的人均的年齡80歲 其實未必每個人有80歲的命 包括小弟在內 其實這件事是很正路的計法 你現在63歲 即是你計到80歲 其實80歲的時候 還有沒有心有沒有力 相信大家都不用怎麼說 當然沒有 有幾個像修哥和胡鋒那樣 即是 好了 你現在63歲 一直計到80歲 其實大概只有6000天左右 6000天左右的時間 接著 扣除一些出去社交 我當你是減一年 即是跟朋友吃飯 那些 我當你是減一年 即是減365 即是減365 人生 每個人 去到一定的年紀 身體一定有些不妥 是吧 我當你是醫病 每個人都會 醫病又減一年 總數減一年 又減365 其實呢 如果計到80歲 63歲 計到80歲 剩下來 大概是不到6000天 是吧 即是不到 只有5000多天 那又何苦呢 是吧 這條數很重要 這條數是足以令到 周先生 即是說你活躍期 大約是剩下不到6000天 越大的年紀就越少 那為什麼不開心心 不用一個正面一點的 即是不要用負面的 那其實為什麼我說 周先生 你是用一個正面的態度 很簡單 即是在網上的報道都說 你準備移民去美國 那有些觀眾就會誤解了你的 即是你 即是就會說 喂 這位周先生 喂 好像剛才那個message 我都沒有等出去的 因為這些真的是人生攻擊 那我沒有等出去 是吧 那大家都是尋開心 是吧 即是無謂搞到這麼不開心 那些事情 是不是 那你 你 如果能夠正面一點 你都想要移民去美國 那即是說 身家就差不多了 要不然 要不然移什麼移民 難道過去打工嗎 是不是 那以你的才華 以你的背份 根本上你開一句聲 喂 我現在搞個班 我想做某個人的老師 即是正面一點去說 即是 你都說不怕虧 其實你出來搞個班 即是你和欣尼姐姐出來搞個班 很簡單 你正面一點 正面修身 我相信有很多人來 那這個話題就是正能量 是不是 我相信你都會引導到一班的KOL 去說你這個正能量 哇 那時候 這個世界上 周先生 有一句說話叫邪不能勝正 即是 正能量是怎樣都好過負能量 因為你看到KOL 它的觀察數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在香港的觀察數 你都看到了 我一直有留意他們的觀察數 最多就是幾十萬 那個福斯 如果說得激進 最多幾十萬 飽和了 其實KOL 他自己都想找一個位置去 餘記又想找一個位置去 想提高自己的生存率 或者是生活率 或者是收入率 或者是觀察數率 這樣 是不是 那當你一說正能量的時候 說真的 會多了很多人去看 你會帶動周邊的東西 包括餘記 KOL 是不是 那你自身的名譽地位 那就厲害了 是不是 那這樣是不是有好處 你反正也不怕虧 你移民得去美國的話 其實你可不可以用十分一 移民去美國的價錢 在香港 或者你自己有一個CDO的話 或者有朋友有CDO的話 喂 直接租他的CDO 我現在要搞個課程 在裡面 你就說 我現在要培訓十個敬人出來 就是這個 如果你能夠培訓十個敬人 我舉例 如果你培訓到三十個更敬 你培訓到十個 是不是會比中國 中年好應聲音 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有好處 是不是 那你的修生也可以分年齡層 你可以收一些 英俊的妹妹 然後又收一些中年 是否一樣是這樣的做法 那就是厲害 香港樂壇就開始厲害 然後 為什麼我今天要講三位呢 好了 周先生 你那一部分 我就大約是這樣說 聽不聽一入 是你自貶的東西 我也是一番善意 沒有攻擊你任何東西 因為我真是欣賞你的音樂才華 我是一個跟你一樣很真的人 如果你是一個很假的人 那我就 當我看錯了 但是我肯定 我是我自己 我說我自己 是一個很真的人 一定是很真的 因為我了解我自己 是不是 觀眾都未必了解我 我說我是一個很真的人 喂 大佬 難道我 用一個很假的好問去說嗎 那我真是 事實來的 我講這些東西 是不是 即是你 如果是崇拜你的粉絲 不合聽的話 就麻煩轉一轉 我都是一個善意的分析 喂 如果一個很真很善意的分析 都不能夠說的 那 根本上 都不用留意我的頻道 那相對 如果是支持我這個頻道的朋友 這條頻道就是代表我自己的人生 我不想在裡面 有什麼閒言閒語 有什麼人生攻擊的東西 是出來了 那如果各位 是喜歡我講的 真實的話的話 那就多點Like 是不是 多點Follow 那這個我已經心悶意足了 好 那周三 你這部分我就說了 即是日數 即是生命管理的日數 我們大家都應該是要想一想的了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中國人 或者我們黃種人 甚至乎很多的人 不要理會他們是西方人 也好 中國人也好 亞洲人也好 不要理會 其實很多人都不懂得管理這件事 那就糟糕了 人生就糟糕了 好 周三你這一部分就OK了 那我講講恩尼姐姐 恩尼姐姐 你呢 如果我站在觀眾的角度 其實我不是隨便說的 我也是有跟朋友一起去分享 意見 也有收集一下朋友之間的 對你的印象 我才會講 其實恩尼姐姐 你應該是住在加拿大 應該是吧 應該到今天也是 你不是住在香港 有時有些娛樂記者 都會拍到你在台灣 即是你在網上看到的 其實很方便 你可以自己看回自己 你在網上 都被有些記者拍到你 譬如在台灣 穿著鞋子都過萬萬的 即是我們俗語 香港所講 過皮 哇 恩尼姐姐 你知不知道 有些香港現成的歌手 甚至乎 你所講的參賽者 你知不知道他們上台 有時 不要說上台字 應該說他們可以上台 其實有些人 他是一邊做事 一邊練歌 然後再上台 很辛苦 跟著 講到衣著 就是關乎 即是你那部分 他們的衣著 你看看他們上台的 有些 真是 好聽些 就是幾塊水的衣服 幾百元的衣服 那就上台了 那你一雙鞋 就頂了它 十個台 二十個台的費用 觀眾就是這樣去看 還有 你在加拿大那邊 你是周遊列國 因為你相信 你那份身家 這一世 你女兒那一世 都花不完 相信是這樣 那觀眾的角度 就會覺得你是無的放置 即是 你一個富貴人 去批評別人上台 你用你的唱功 去批評別人上台 即是借視線 喂 觀眾真的有這些想法 為什麼呢 你有你的 即是比較 悠閒舒適 可能是 甚至乎是一個奢華的生活 但是 的確 我們香港是 活在一個水深火熱裡面 尤其是藝能界 現在香港的生活 已經比較辛苦 過以前很多 那麼喜歡音樂的人呢 應該說有些富貴的人 人家都不讓子女去玩 即是入行 入音樂這行 因為已經看到好像沒有前途 但是 喜歡音樂的朋友 在香港喜歡音樂的朋友 他仍然是有一份 這一份的 藝術的堅持在裡面 那 只是這份藝術堅持呢 喂 他唱功跟你 可能是差一點 差很遠 應該這麼說 差很遠 那其實 你是不是應該 用你那副身家 你回來香港 好像我剛才說的 周先生 你回來香港 用你那副身家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如果你是基督教 什麼天主教 那樣的東西 甚至乎之類 如果你有一份善心 一份愛心在這裡 基督教在說什麼 你愛你的敵人 這句說話 我覺得最好的 最正 對不對 最正這些東西 是在聖經裡面說的 不是我說的 耶穌說的 是 如果你是佛教的話 喂 釋迦茅尼是要你 將一份善心去施語 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那這件事也是正的 對不對 這件事是釋迦茅尼說的 不是我說的 是啊 那如果 阿欣尼姐姐 你去到這個位 說真的 又是用我剛才所說的那件事 生命周期的時間管理 喂 我當是八十歲 因為你富貴有醫生測住 可能去到百多歲 那些我不管了 因為 都是跟隨學問 去到八十歲 那欣尼姐姐 你今年應該大概是七十歲 其實生命周期很簡單 去到八十歲 又好像我剛才所說 減兩年時間 為什麼呢 有些是社交時間 也不是工作時間 有些是醫病時間 人老當然會生病 那十年時間 三千六百五十日 減兩年 其實 大概剩下三千日 那何苦呢 何苦去批判別人這麼多 為什麼不用一個正面 正能量去培育一班新人 以阿欣尼姐姐的背份 其實說真的 你一手老兵花那種唱法 其實你用你那種唱功 回來香港 用你的身家 不要說什麼 二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 甚至乎應該都不用 以你的背份 你說到回香港要培育一班新人 我相信有很多大老闆 你圍內的大老闆 非常支持你 非常支持你 是的 根本上 可能隨時是有豐厚的收入 這件事真的有好處 你跟周珊拿肯聽說 真的有好處 這些事情 只要用你生命周期 不用多的 不用多 三個月時間 九十日 即是在你三千日裏面 用九十日時間 是的 回來香港 培育一班新人 我相信 這一班新人很感激你 樂壇都會很感激你 樂壇 應該說什麼叫樂壇 阿欣尼姐姐 一個人唱歌叫獨唱 一隊人唱歌叫樂隊 是的 接著樂壇裏面有後期製作 是不是 有一些是周邊Marketing的製作 是的 那是叫做樂壇的team 是的 樂壇的team 那什麼叫樂壇呢 就是很多組這些人出現 才是叫樂壇 是的 這個社會有很多組這樣的人 才有我們現今的樂壇出現 所以你不滿意他們 就不要批判那麼多 就是回來啦 真的回來 培養一班新人 就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真的有好處的 無論是你的名譽地位 又會提高了 隨時還有一個更大豐厚的收入 那你就拿去做善事 你幫一下貧困兒童也好 種樹也好 是不是 就是為地球也好 那這件事就是積福 如果是站在我們中國人裏面 就是積福 積陰德 甚至乎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就是為耶穌做一些事 因為耶穌叫你去愛你的敵人 要你去幫助人 是不是 那這件事真的有好處 是的 不用花那麼多精神時間 因為我都看到你在網上 就已經是互相拉鋸 就是跟吳重恆先生 我稍後再講一講 那你已經是拉鋸到這樣 已經變成大家都在互相人身攻擊 而你的背份 為什麼要跟人身攻擊呢 就是你的歌藝很高 但是那個軟轉的表達伎倆 是不是應該要放下一點點 就是我是你的後背 因為我和你差了20年 但是我站在觀眾的角度 因為你都不會認識我 但是我站在觀眾的角度 我真的會覺得放下一點點 放下一點點 如果從正面那裡出發 你真是好處 我相信那邊的政治部 不會收買了你來特地攻擊香港 因為你都知道 現在整個世界都不知道為什麼 是很政治化的 我們是中國人 外國人也不知道為什麼 特地去攻擊中國人 中國人也不知道為什麼 特地不托外國人 我們香港以前不是這樣的 我們香港以前是 全世界人都在 好 又不要扯開這個話題了 因爲姐姐希望你回來 我都很希望可以看到你正面那件事 因爲我都年紀不小的 照計下去 是不是 生命周期 那我又講一點小弟 先講一下五重行 各位觀眾朋友 你都見到我是很深近思的 其實我們的家族 就是我爸爸那邊 不知道爲什麽是有這樣的 因爲我爸爸也是很深近思 那他 我就遺傳了他 我很小時候就很深近思 是的 就是我小學那時候 已經去到八百多度近視了 這些是沒有辦法遺傳 那我現在已經是千多度近視 那 就是我有長期去檢查的 醫生都講的 就是其實 這些這樣的 就是我這些情況 都應該和我爸爸是差不多的 就是和我爸爸差不多 那我爸爸是怎樣呢 那我爸爸呢 我爸爸去世的時候 就是走的時候 就是八十歲左右 就是嚴格來說是八十二的 但是問題呢 他走的時候 就帶給我一個很沉重的陰影 因爲他在深切治療部那裡走的 那就 就搭滿了 就是那些儀器 搭滿了天地線 就是很恐怖 就是那個場面 我到現在有時候都發我夢 是想起那個場面 因爲他在深切治療部 就是三個星期 就是三個星期 就是二十一天 就搭滿了天地線 那種痛苦 我相信如果他有意識的話 就是簡直就是 不是人的痛苦的感受 就是你想想 搭滿了天地線 那些針都插到周圍都是 身也是 然後又揉著喉 哎 那如果他有意識 我也很可憐 那這個真的是陰影 就是 那在我老爸生平裡面 他去到大約七十歲左右 那其實我現在都在計算 我是不是到七十歲左右 就會視力已經是 雖減到剩下一個影 就是我老爸就是 去到七十歲左右 他就剩下一個影 那時候呢 他跟我媽媽很恩愛的 那他們很喜歡 就走下去街市 那樣東西的 他們都年紀大了 沒什麼做 那去街市 看看哪樣東西 那我媽就走在前面 我爸呢 就距離他大約兩個身份位 因為我爸是不想他拖著 他也挺挖強的 他就想見到我媽媽的影 就一直跟著他走 那距離大概兩個身份位 那如是姐就大概是十年時間 十年時間 那所以我爸走的時候 我媽媽就很沉重 那我就 買了所有東西 我就馬上回家 就是我媽那裡 就馬上去陪他了 我放棄了很多東西 那因為我怕我媽媽看不開 那如是姐到今時今日 那她就開始有那個 就是前年開始有那個腦退化了 然後現在在院舍那裡 要24小時照顧她 那現在就穩定一些 穩定一些的了 但是就整個小孩這樣 但是她都會想起 她還記得我爸 就是她老公 那時候的情況 其實我看到她有時候 她會自己偷偷哭 那這些事情 我是看在她心裡 但是這些事情 造成了我一個陰影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單身的 我都知道我大約是70歲左右 就和我爸一樣 可能會看不到東西的 所以我也很珍惜現在的時間 因為我都不小了 我原來是和五仲恆同一年的 五仲恆先生是1973年 我就是1973年 我是4月 他就是11月 剛才因為我用相機錄了 那個時間也是過了半個小時 他就會減 不好意思 繼續說回 我的事情就當是說完了 不要說那麼多了 扯開話題太遠 接著是五仲恆先生 我又說一下 五仲恆先生 其實你在疫情裏面 都搞一些直播 還有一些編曲其實都OK 我又不是那麼認同 有些網友攻擊他 就說他沒有作品 沒有什麼好的作品 其實不是的 他有的 我在這裡不賣廣告了 其實他也有幾位歌手 那些歌都很燒的 還有他那個編曲都很棒 在這裡一說起編曲 五仲恆先生 我也有曲想找你編曲 我之前發了一些訊息給你太太 Amy 麻煩你回覆我的名字 查回Messenger 你們報價給我 可惜我負擔不了編曲的費用 那就沒有辦法 我現在那幾首歌 我都持續了 因為那幾首歌 是我的人生很想做的事 因為接下來我也有些展覽 我很想用我自己的 作曲和詞去表達我這幾個展覽 裡面的神髓 那樣東西 那無奈了 就是小弟的預算去不了 或者你慷慨的話 就看看 亂聯絡我也好 諸如此類 或者你發表的意見 因為我沒有你電話 我只是有你太太的訊息 那就是 如果你可以優惠到 我們就可以合作了 那五仲恆先生 其實無謂 無謂和前輩去頂嘴 無謂留一點時間 真的創作多些曲 因為現在香港 真的需要你們本土的音樂製作人 去做事 我也看到你和周國鋒先生 都玩得很棒 我也覺得他是很歡樂的東西 有時音樂是真的要歡樂的 不是一定要很認真 當然我們要很認真去做 但是音樂本身就是要歡樂 其實你是很成功的 帶起這個歡樂的東西 我覺得 五仲恆先生 你無謂 無謂去做 浪費很多時間在網絡上面的東西 沉靜下來 畢竟欣尼姐姐都是你的前輩 無謂去頂這些人生攻擊的東西 說真的 是是非非的東西 對音樂是真的產生很大的負面的東西 其實是會影響你的創作那樣的東西 那你現在當暫時期 喂 那個名字是出來了 行的 那 如果你回饋花 好像我們這些觀眾那樣 這些聽眾 那你其實應該要努力去創作這些歌 多些歌 創作多些歌出來 給我們這些觀眾去享受 我們會很感激你們這些音樂人 是的 好像我剛才也說了 其實我和你 如果計到80歲 其實 計到社交時間 無謂時間 都不到那一萬天 是的 只有幾千天 是的 說真的 我們這個年紀 都是要珍惜這幾千天的時間 是的 好 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我都很以重心腸去說了 聽得懂的就聽了 那我就會開了YouTube那個篩選 就是那個留言的功能 那我也不會看那些 就是過濾了那些 粗言畏語的那些訊息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 對我來說是無謂的 好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的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只要都是好像其他KOL那樣 就是like我這條片 還有就訂閱我的頻道 是的 總之大家開開心心去對音樂 對電影 那我也都是會分享一下 就是我現在製作著 就是我講我的相片 我講我對模型的心得 對影視的心得 那樣的 就是例如下一條片 就是希望大家都看一看 就是我會講一講九龍城寨 就是因為我是2號看的 那今天已經是5號了 今早5號了 因為我昨天晚上做了整晚 那現在才錄影 好 那大家希望大家留意我下條片 那下條片見了 謝謝大家 拜拜 不用練 我是字幕記得